好,那我们今天讨论,我在Google Classroom这一边已经发了四份考卷 一份是中华的,一份是寻人的 都是第一次通测的 寻人的范围可能会比中华来的多一点 我预计啦,因为寻人会考比较多 OK,好,那我先讨论,今天先讨论中华的两份,2020跟2019 因为2018的好像感觉上 他的范围好像又不一样,他们有考初一的东西 OK,大概我就讨论这两年就好了 然后当然我就讲,哎呀,太少了,这样我就选的寻人的,也来讨论一下 OK,你们又要聊天了解几时 宁可回去上课,这个邻居们一定是在那里打击啦,你看他不 不知所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鬼 这次初二考试会跟以前一样吗?这个是要问老师咯 大致上你会看到题目跑不远的 还不用太担心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啦 这个是中华2020年的考卷 然后我会叫同学 回答 第一题 来 林军蒙来回答 什么啊,这个打击 过分啊 然后就照你来回答 在2020年呢,云南遭受一个百年难遇的一个罕见的 旱灾 到处缺水 到处一片残井 有很多人渴望老天 开开眼 下场大雨 由此可见水的重要性 下来都是水生动物 除了 除了B 就是水生生物的意思是在水里面生存 但是猴面包树呢,它是类似仙人长这样子的一个 植物 是在陆地上生存 但是它 里面 里面储存了很多水分 就类似骆驼啊,仙人长啊,之类的 一个一种植物啦 OK,受打扰子B 这些军蒙很厉害的,只是在那里一直很喜欢导弹吧 军蒙,掉开蛋啊 你的武老师找你了 OK,so,另外一位 黄俊宇 好,第二题 下列 下列有关 水的物理性质,哪一个是错误的 哈,Rachel要 Rachel,OK啦,第二题你会,你来回答 我来,其他都不会 第二题会,第三题会 OK,好,Rachel要强调了 OK,可以 下列有关水的物理性质,哪一个是错误的呢 纯净的水是没有颜色 纯净的水是没有压强 纯净的水是没有细微 还是纯净的水是没有味道 哪一个是错误 Rachel,你讲你会,来回答 没有啊,没有啊 没有啊 见掉了 Rachel,你又讲第二题 你来回答 没有啊 不要 那我应该叫下一位了 黄俊宇 黄俊宇 第二题 哪一个物理性质是错误 突然间来 A 登登登 D 看到吗 现在才看到 呃 卡住了 OK B是正确的啊 不好意思 我叫黄俊宇回答了 纯净的水是没有压强的 纯净的水是没有压强的 这个是错的啦 我们知道的水是 水压是根据看他多少深度 然后他的密度 还有那个 呃 地性引力 所以这个是没有压强是错误的 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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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说我答案正确是boy啦 你要不要再回答多一点 掉落在陆地上的 雨水呢 主要有三个去向 除了哪一个是错误的 没关系啦 陈雨亨 等下会轮到你了 放心 啊 陈雨亨 第三题 掉落到陆地上的雨水会有三个去向 除了 哪一个 总之是 看下哪一个叙述是错误的啦 应该是这样子 啊 那雨水形成地表 东西 看下 形成地保进流流到这个海洋 地面上直接蒸发回到大气 然后渗入地下水 形成地下 渗入地下 形成地下水 落到地面 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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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冰 这个好像不是很对吧 因为如果是液体的话 应该就不可以升华 升华是固态的变成气态 固态变气态 为什么又变成冰去了 所以这整句话 这有点乖乖的 东西是错误的 OK 很好 第四题 军堂 军堂 是军堂 军燕 不懂是谁了 发现冰箱里的冰块没有了 然后他 将一杯水放进冰箱 几个小时后呢 水 结成了冰 他发现到 杯子涨破了 这个是因为水结冰的时候 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现象 体积有什么改变 密度有什么改变 答案是 体积会变大 密度会变小 对 OK 所以他的质量是固定的 水的质量一定是固定的 然后呢 他在结冰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个反常膨胀的一个现象 人家是遇冷收缩 他是遇冷膨胀 膨胀的时候呢 体积一膨胀了密度就会降低 这个是他的一个关系 这一种提醒呢 是 常常会出现了 反正你的 思路较清晰呢 就会答对了 OK很好 好 那张用信 来第五题 春天的时候呢 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 发现到他的鸟窝附近的河水呢 到处都是垃圾 经过河边 人们都会污住他的壁纸走过 有难闻的这个臭气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呢 简单的来 观察水质 观察水质 可以不可以观察他的颜色 观察他混浊程度 还是闻一闻他的气味 还是计算他的密度 计算密度 感觉上好像不是测量水质的方法嘛 对不对 就是水质的意思是说他的 他看他的那个水干不干净的意思 水的密度 你讲他比比 一gram per cmq来的高 可能他是有盐分在里面 不代表他肮脏 又或者是比他低 可能他有气体在里面 所以这个其实看 计算密度好像是测不出干不干净 对吧 所以这个第4的错 但是第123都对 所以答案应该是A 对 很好 我感觉上你们 突然间 每一题都做对 厉害 好 来 加齐 郑加齐 第6题 专用汽油 是一种由石油 车用汽油 车用汽油 转用汽油 车用汽油 是由石油提炼出来的一个液体燃料 主要是提供汽车 摩托车 使用 汽油的密度 大概是0.71 0.71 乘10的3之方KG per meter cube 下来有关汽油的说法 正确的是哪一个 郑加齐 体积为1m3 它的质量是710KG 汽油 汽油箱里面的汽油 如果用掉了一半的话呢 它的密度就会跟着减半 汽油在密度 比摄氏4度的水 密度来的大 然后它的这个汽油的密度是71g per cm3 答案正确的应该是A 那我们来看一下BCD错在哪里 我们知道汽油 不管它的体积多少 就是说你不管是 用掉了一半也好 用到四分之一也好 那个密度呢 是永远是不会变的 所以这个是减半是错误的 应该还是保留 保持这个0.7 1乘10的三次方 密度是不会因为这样子的改变 再来的就是我们的 水 在144度的时候应该是1000 那这边1000 这边是710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 比较大了 是比较小 然后换算单位的时候呢 710 kg per meter cube 换算成gram per cmq 应该会是0.7 1 就会比这个1来的小 好 所以不是 71 而是0.71 所以BCD就是这样子错 很好 答案子A OK 义军 陈义军 来看看第7题 一杯鸡尾酒有几种颜色 然后他有颜色 的层界线很明显的 就是一层一层的 不同不同的颜色 这个是因为了 这个不同颜色的酒有不一样的 密度很好 这个就是有点我们讲 三色奶茶 最底层是这个 黑色的这个 应该是他们用 黑糖 黑糖的那个糖浆 中间是放这个 牛奶的 所以是白色 然后那个奶茶的 就是 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有点像chocolate 这样子的 就在最上层 所以这个三色奶茶也是一样 它是由密度 的 不同 造成的 密度越低就会沉嘛 所以这个是 这个浮沉的 这个原理 OK 很好 答案子懂 再来第8题 看看 如果全部人都可以这样子 多做对的话呢 应该考试就不是问题了 好 到你 Rachel Rachel来 刚才可能上面你讲 你只有一题会 这边可能会了 第8题来看看 水在144度以上呢 它是热胀冷缩 在0到4度的时候呢 它是 热缩冷脏 所以就为我们叫做 反常膨胀的一个现象 140度 的水加热到10度C的过程 它的密度是怎样的呢 Dongki 你猜是Dongki是吗 我听到D Dongki 所以我们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啦 144度的时候 它的密度是最大的 所以也就是说 0到4的时候呢 它的密度是增加当中了 在4度在往上的时候呢 它就会密度就会减小 所以它是先变大 然后超过4度的时候 它就会变小 所以正确 答案是正确 今天 今天大家都不懂 什么狗使用 全会做对 我希望的是 希望是实力 不是这个运气 第9 医生 我想说它截屏就会变大 但是它零度 增加 这个是密度 密度是倒转的 密度跟体积会倒转 然后 这个是加热 我先讲 OK 第9题 林医生 我们看看 原本能悬浮在盐水中的 十星 塑料块 现在呢 它把它 切成两块 然后再丢到这个盐水里面 请问大小两块 哪一块会沉 哪一块会浮 答案是A 答案是A 我们看看 OK 你觉得应该大块会沉 小块会浮 但是浮沉的话 我们是看什么 我们是看密度 我切掉 切开两半 就是一块一大一块小 那请问哪一个密度比较大 哪一个密度比较小 应该是 密度是一样的 对吗 跟汽油一样的原理 我们的汽油 整缸的汽油0.71 我用掉了一半 我密度应该是一样的吗 因为是同样的物质 它的密度就会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边我不管怎样切也好 切一大一小也好 我切到碎碎也好 它的密度其实都一样 所以如果它密度一样的话呢 理论上它之前是浮 悬浮的话 它过后呢 也会是悬浮的 所以这个要注意 OK 答案是冬季 Oh sorry 学家一样 到了 OK 明白 这正确应该是 冬季 要注意 它写悬浮就是悬浮 不是上浮 上浮 通常我们是写漂浮 漂浮或者是悬浮 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来的 悬浮的意思是 它会 被水盖到完 但是它可以停留在任何的一个位置上 这个在悬浮 OK 都要注意 第十题 刚才有新人进来 没有记错是许家良有进来是吗 许家良来回答一下 第十题 如图意 然后有潜水艇的模型 为了使它下沉 我就必须要吸气 还是吹气进去 OK 就是吸气还是吹气啊 然后如果它 沉没进去了之后 它在继续下沉的时候 那个亚强所受到的亚强是越来越大 还是越来越小 OK 就是这里有两个问题 许家良在吗 第十题来回答一下 亚强因为往下的时候亚强会增加 这个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要 它 往下沉 就必须要水要进去让它 多一点 所以我要怎样 让它水进去呢 我就要把这个气呢 给吸出来 所以它应该是对它吸气 而不是吹气 这样子可以理解 这种提醒呢 常常出的 常常出现 我给你们的那一份 应该也是有出现过好几次了 这个好像是作业题 如果我没有记错 OK 所以吸气跟 吹气要注意啊 如果我吹气 那它空气增加 那个水就会挤出来 水一少的话呢 它应该会上浮 所以现在它是要下沉的 看到吗 下沉 所以下沉的话呢 就要吸气 吸气 OK 这题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东西啦 好 Anyway 有答的 我就勾一下 好 刚才还有谁呀 孙 孙明峰 孙明峰 来 第11题 一个溶剂为1L的塑料瓶 它用来装水 它最多能够装多少 KG质量 的水 如果换成酒精的话呢 它又最多能够装多少的酒精呢 孙明峰来回答一下 其实我们这里 ABCD里面的水的这个质量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这题不是很好的一个题目 因为你只需要去判断水的质量会是多少呢 你就可以找出来了 好 后面的那个其实是 前面那个乘以0.8 OK 一个L的 瓶子可以装多少水 这个我们 必须要看的 孙明峰在吗 第11题孙明峰来回答一下 你 你 孙明峰 孙明峰有东东西 好,一个liter是多少ml? 1000ml的意思呢,它其实就是1000cmq 我们要知道水是一个很奇怪的,它就是一个gram 一个gram per cmq,就是一个cmq就是一个gram 换句话,1000cmq就是1000g 1000g基本上就是一个kg,所以答案应该是C 好,我们是这样子来判断的 虽然换算单位的部分好像要算很多,但是如果我们熟悉了之后呢 就可以很快,所以你问我现在1500L是多少kg? 1.5kg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liter就是一个kg,所以以后你要做dumbbell 你就很简单要拿水,拿水就是一个很好的dumbbell 当然它的体积会很大啦 一个kg就是一个liter这样子的一个瓶子 OK 好,那第十二题我们看看 第十二题,医生有回答 李嘉宣 李嘉宣来 第十二题 溶液中的溶子以晶体的形式从溶液中吸出来叫做结晶 那结晶的方法,常用的方法是哪一个?除了 总之以下都是结晶的方法,除了有一个是不合理的 就是不可以用的 OK 第一,冷却饱和溶液可以吗? 冷却那个日饱和溶液 再来的就是添加日溶剂 再来的是加热使溶液浓缩了之后再冷却 或者是蒸发那个饱和溶液中的溶剂 嗯,看得出吗? C,很好 因为如果你加了日溶剂的话 你好像是可以溶更多的 就变成了你稀释掉了你的溶子 所以稀释掉了溶子的话 理论上就不会再有结晶的出来了 我们反而是要减少溶剂的 对吗?我们之前有讲的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温度下降 通常都是温度下降 然后第二个就是减少溶剂 所以你可以看到冷却有吗?温度下降?有 加热了之后变浓缩呢 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换句话呢 就是那个溶子溶剂的就会走掉 所以这个算是溶剂减少 然后再来的是冷却 所以这个是两个都做 B的这个是两个都做是更加好的 再来这个是蒸发掉它的溶剂 所以溶剂会减少 所以它其实是有两个方法 你要知道 第一,冷 第二,溶剂减少 C的那个完全倒转完 它加热的就是温度会上升 再来的就是它增加溶剂 哇,这个是完全倒转的 这个冷 第一,要冷 就是温度下降 现在你又增 你又添加热的 温度又上升 再来溶剂又增加进去 又再上升 所以C的这个是完全被倒而驰 完全的倒转了 OK 算是很容易的题目了 第13题 华恩 以下是自取酵酸钾 KNO3 饱和溶液的一个方法 除了 除了 我们知道的 其实它的要讲的是 酵酸钾是在我们课本上有提到的 温度 它是温度上升溶解度增加的 因为 但是大部分的固体的溶子都是这样 OK 所以它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 自取酵酸钾的方法 哪一个是错的 增加过量 添加过量的溶子 然后搅拌到不能再溶 将溶液加热 使溶剂蒸发 然后直到它有沉淀的产生 OK 加热溶液 将热溶液过滤 再加入溶气 你看到我皱眉头的 然后再加热溶液 将加热的溶气冷却 直到有沉淀的产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答案应该是C 一样的原理 一样的原理我要得到饱和的话 通常我有结晶 我一拿到结晶的话 就代表它已经饱和了 所以其实 12跟13是一样的提醒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了 第一你要看的是它有没有让它冷却 再来的就是它的溶剂有没有减少 所以在这边它加热后冷却 加热后冷却 然后有沉淀 沉淀就是结晶 所以只要有沉淀的产生 它就一定是有结晶的存在了 再来的就是溶剂蒸发 有溶剂减少 再来的就是溶质增加 这个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就是它可以再多一个就是溶质可以增加 这个也OK 这个是要饱和嘛 它不是要结晶 所以溶质增加到不能再溶 这个也算是一个饱和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加热整个溶液 然后再加溶剂 再加入溶剂的话呢 你整个东西肯定的是浓度就会下降 这个是不可能拿到饱和的 这个反而是拿到不饱和去了 所以这个吸的是错误的 所以它的概念呢 跟这个第十二的很像 很像呢 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 就可以判断的出来 OK 第十二题 如一文 如一文 我看看啊 在三十度 拥有溶解度 这个是看这个图的啦 在三十度C的时候 有拥有同样的溶解度 哦 看到有两个东西 在这个点交叉了嘛 啊 所以 答案是什么 如一文 应该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只是看到那个线 有了 看到一个 看到两个线了 看着 好 如一文来 拿两个 我不要拳出来 拳出来太明显了 如一文 donkey 啊 so 看清楚啊 这里有一个交叉点 这一条跟这一条 一个是绿化甲 一个是绿化纳 好 绿化纳跟绿化甲 当然是donkey 非常好 OK 简单的啊 那第十五题 第十五题先叫人啊 呃 陈宜玲 陈宜玲 萧 酸甲 萧酸甲 在那里 萧酸甲 是这个 啊 萧酸甲 萧酸甲的 这个 饱和溶液呢 从五十度 冷 五十度 在这里 五十度 在这里 OK 冷却去十度 OK 所以呢 他可以大约 吸出多少的 晶体 不好的题目 这一题 呃 应该是用 九十减二十啦 然后得到七十 应该 这个是他答案 但是这个应该是 呃 我讲的是 不好的题目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讲 他没有讲 这个溶液本身 是多少 溶液 你要告诉我 你多少 溶液啊 对吗 如果你 如果你是在这边 呃 是 一百九十 gram的一个 溶液 啊 冷却到这里 就会 吸出七十 这个其实是 不好的题目啦 啊 因为他 suppose 他应该要告诉你 他本身 溶液 是多少 所以如果我今天 我要陷害你 我告诉你 我的溶液 本身是 三百八十 gram 啊 三百八十 gram 请问 呃 五十度 降到十度 他会 呃 吸出多少 呃 质量的这个 金体呢 你就要 达的是一百 一百四十 因为我是两倍嘛 对不对 一百九 呃 会吸出七十来 像三百八 应该就会吸出 呃 一百四十 所以这个是不好的题目 这个应该希望 这个出题老师呢 在 呃 在考虑清楚 这个条件其实 给不足的 不好的题目 不要写了 不要写了 OK 大家懂就好了 好 所以 这一集 大概就这样子了 好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部分 OK 简答题 看看 我好像有答案了哦 中华的我好像有答案 我们直接看答案吧 直接看答案 对啊 对啊 OK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然后 然后 其实这个 出考题 出到这样子 是不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 知道 有些学生 不会做 他就全部A 全部C 还是全部D 啊 这个就造成不公平了 有一些人乱乱做 他拿到 两三分 结果有一个同学 就D 全部打D 结果他就拿了 差不多一半的分数 所以这个其实是没有 没有按比例 是不是很好的一个考卷 OK anyway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啊 简答题 欧阳同学呢 用这个实验 探究干燥的这个水道 水道力啊 他是否有水分呢 那他的做法呢 就是这样子啦 然后加热之前 他就称一下 这个是水道力的 这个质量是多少 他称到是50 然后他再加热 加热 加热 加热了之后 他就拿去再称 他发现到 哎 变成了46 所以我们相信呢 这个水分呢 就通过这个加热的时候呢 就蒸发掉 所以换句话呢 里面有4个gram 呀呀呀 里面有4个gram 是水分 所以怎样去算 这个含水量呢 他就是除以50 因为50 他是他原本的质量 然后再乘以100% OK 所以这个月掉呢 剩下 哎 剩下2哦 4 得到8 应该是8%哦 这个含水量20 是怎样来 这个老师是乱乱给数据吗 呵呵呵 anyway不要理他了 这个怎样算 好像他 既然他给我们 我就不要理他 我们先看一下 那个题目是怎样 哦 好丑的这个字体 不好意思 是我的字体 好 在说在这边呢 他讲了加热 加热水倒立的过程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室管口要稍微的往下 倾斜 这个我们有特别有提到的 对吗 因为呢 他水分如果蒸发 然后如果你的是 这边比较高的话呢 他的水蒸气往上升呢 到这个位置 到瓶口的位置呢 他就越冷 越冷就会液化成小水滴 那小水滴呢 他就会往下流 流下去了 所以他一 就会造成这一边呢 就降温 所以一冷一热呢 这个室管很容易 就会破裂的 冷热交替的 这就会破裂 所以呢 我们就要这样子来 这样子来 set up 所以水蒸气呢 他就会往上 就会囤积在这一边 但是这一边呢 这个室管呢 还是热的 所以他就会液化成小水滴 OK 就这样子的意思啦 我们来看看这个丑丑的字体啦 防止水蒸气预冷变成小水滴 造成四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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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其实没有讲到很多 水蒸气 在四滴口 它预冷变成小水滴 往下流 造成四管冷日交替而破裂 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你有讲到是 液化成小水滴 他们看keyword的啦 有些老师 他们没有 因为我们也知道学生的表达能力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其实看keyword 所以你只要你有提到说 哦他有一冷冷热啊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他会有讲到说 哦有有有变成小水滴 或者是甚至你有讲到有破裂的啊 这样他就给分了 ok 我谁在这里吧 谁在这边 啊吵过来 ok 这样子 好next next他就讲了 哎根据以上的这个实验呢 哦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结论呢 水水到米呢是含有水分的 含有水分 ok 这个是另外一个第二题的答案啦 如何检验水的存在 这个很简单啦 这个常常考的哈 无水 无水流酸铜 白色 原本是白色的 无水流酸铜 变蓝 或者是 蓝色 无水 无水 绿化菇变红 ok 所以这两个背起来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 知识 检验水的一个方式 那是不是要两个有水 不是 我们 呃呃 两分讲打呢 我们是要看到有没有 他是不是 你是不是用无水流酸铜 还是无水绿化菇 然后我们就要看的是 呃有水的时候呢 那个颜色会变成什么 所以原本的颜色变成什么颜色 这两个呢 我们也 我们也会看一下 ok so颜色变化一分 然后用什么呢 一分 好 再看一下第二题呢 电解水的这个呢 一定会考 哦 guarantee 我们看一下 呃 呃 X的这一边 我们讲负氢负氢 所以Y是氢气 X就会是氧气 ok X是氧气 Y是氢气 啊 这个是简直是送分的啦 啊 如果你不懂辨认 你也看那个 H2O H比较多 对吗 Y的这个印象是比较多的 好 再来的就是 检验X跟检验Y 检验XX是氧气 所以我们要讲说 氧气是 能使 呃 精简的打法的话呢 就是能使 带 呃 能使鱼尽 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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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么这个 之找不到了 哈哈 发文飞无聊 哎呀 木 啊 木之 从然 啊 但是你会看到 哎 他打到 四分 也就是说 他这边打两分 下面就打两分 所以变成了 你现在讲 你这样子一句话 是不是很 呃 带 带鱼尽的木之 深入 啊 深入 寺 寺 呃 能够 从然 表示 有 氧气 OK 那 Y的这个的话呢 呃 呃 呃 Y的这个呢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 我们新的课本 其实讲说 检验 氢气的 存在的话呢 我们是讲 那个 会有 淡蓝色火焰 呃 能够 在空气中 安静的 燃烧 产生 淡蓝色的 火焰 但是因为有一些 就呃 有一些老师 又教说是呃 会有产生 爆明生啊 啊 这样 但是真正来讲 新的课本 我们是想说 能产生 尖锐的爆明生 是代表它不纯 产生 产生的 清脆的爆明生呢 是代表它纯 呃 所以 有些老师呢 还是用爆明生 作为那个检验啦 OK 所以 但是如果你要用 呃 这个方式去检验的话呢 你叫写 将 燃烧 的 木质 他要求你 要求说 学生要用的是 燃烧的木质 不是带鱼镜的木质 如果在这边 你 啊 有些学生 混淆了 他就觉得 啊 什么时候带鱼镜啊 要重燃的 那个就用鱼镜的 要爆一声的 要用燃烧着的 啊 燃烧着 的木质 靠近 靠近 四管 平 呃 四管 口 这个不可以伸进去 这个只能靠近四管 口 啊 产生 产生 爆名声 啊 我们讲 爆名声 爆的爆名声啊 不用啊 噗 噗一声啊 爆名声啊 产生 爆名声 爆名 爆是什么 爆是这个爆 名是这个名 爆名名 爆名声 OK 就代表他有了 所以这个考试 因为他 打两分 所以变成了 他必须要很详细 你要讲 点燃着的木质 这个是将鱼镜的木质 这个要伸进去 这个只要靠近 四管口 啊 所以这个 呃 代表 产生爆名声 则 为 亲戚 啊 表示有亲戚 这个是 表示 有亲戚 OK 就这个是 两分 他是这样子来打 就 你要看清楚 那个题目 如果是很多分 你就要详细一点 啦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我常常跟学生讲 你要看分数做人 啊 不要 不要说 噗 我每次就写 带鱼镜的木质 使鱼镜的木质重燃 这样子就搞定了 那总是一分 他就可以 如果是 呃 如果是两分的话呢 你就要详细一点 OK 电解水 让水发生了化学变化 啦 这个是充分的啦 化学变化 然后因为他有 新的物质产生了 他原本是水 变成了氢气跟氧气 这个是算是新物质产生的 所以你们还没有学这个文 那个化学方程式 所以这边呢 只是考虑文质方程式 文质方程式的写法呢 就是水 变成氢气 和氧气啊 OK 什么条件 这个就是要写条件的 这个是你可以写通电 你可以写通直流电 你也可以写电解 这个课本好像写 写的是通直流 我觉得这个是通直流电 这个是最详细的 然后通直流电 最详细的写法 OK 这样子 第三题 老板派其乐去订购这个酒精 然后我们 什么 合同上要求酒精的密度小于或者等于0.82g per cmq 就算达标 他去检测的时候呢 酒精的样本是500ml 称得质量是400g 请你通过计算 说明他的这个达不达标 所以我们知道说4分的话呢 你要讲写 这个我就教你们写法 因为考试他要求要看到的东西 你必须要出现 第一个步呢 你必须要把方程式写出来 Rho等于M除以V 代公式 再来的就是我们要计算密度 这个密度来讲呢 是用质量除以体积 质量用400g 体积我们用500ml 我们换成cmq ml跟cmq是1比1的 所以不用担心 他就是400 他就是500cmq cmq 所以0000割掉 然后4除以5 如果你去计算一下呢 他应该就是0.8 单位就是g per cmq 这个是小于0.82吗 是啊 小于0.82g per cmq 必须要这样子写 小于0.82g per cmq 然后最后呢 你就补多一句 所定购的酒精密度 达标 达标 OK 所以这里是答 就是像你们小学这样子啦 数学题 计算了之后呢 要一句答 所以他的评分来讲呢 这个计算呢 他放公式会有一分 带数目进去会有一分 算出来会有一分 你告诉他 他是小于的 然后达标一分 或者可能是半分半分 所以这个是要看清楚 所以你可以讲 很容易的东西 对吧 物理题 每一次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然后那个计算 洗别容易的 但是 很多学生会搞砸 为什么 因为你们没有写到 写清楚 他要你写的东西 所以希望我这样子讲了之后呢 你们不要去 你们就可以回答的完整一点 然后拿满那个分数 这样子就不用担心 这个是三四分 这里至少会出三四分 这样子的计算题 很简单的 然后拿到这个四分 在一个考卷是四十分来讲 四分就代表了十分 所以你要这样子来看 不要看小那种四分四分的东西 四分就是四十分 这里有十分给你了 一块石心的黏土放进水里面 会沉 将它黏成一个碗形 会浮 这个是什么原因 这是在这个课本的一个活动里面有讲到 这个是我们解释说 为什么钢铁丢进水里面会沉 但是做成这个轮船 为什么轮船反而是可以浮上来的 所以是一样的道理 解释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大概它是要讲说 排水体积增加 整体平均密度降低 密度比水低来就会沉 这个它要求是什么呢 它就是讲说 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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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空气 是为一个整体 整体平均密度小于水 或者你在前面再补多一句 虽然黏土 密 密 物质 密度 大于水 但 黏土 与空气 整体平均密度 小于水 所以 所以 亏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很多学生错在哪里 我听说了 他们很多学生扣分在这个部分 没有写到整体平均密度 很多学生就写说 它的密度小 它的密度怎样小 因为你讲它密度 你没有讲是 整体的这个平均密度 所以如果你只是讲 密度减小是错的 因为黏土的密度还是一样的 空气的密度还是一样的 你必须要讲说 它当它视为一个整体的时候 它的整体的平均密度 是小的 所以很多学生的这个字 用字 没有用到它要的 它要的是平均密度 或者整体密度 两个 我在这边 我啰嗦一点 我就写整体的平均密度 小于水 所以它会封 OK 所以两分 其实很简单 它只是要讲到的是 它的这个整体的平均密度 是小于水 它原本是大于水的 但是因为整个 加起空气来 整体的平均密度 小于水 所以它很重 OK 再来第五题呢 是计算题了 也是一个计算题 所以三分 所以只要看到计算题 你就要跟着 那一个 那个规矩 就是第一 我必须要套公司 那个公司 化学的这个公司 就麻烦一点 因为它的 它没有符号代币 它就是质量 百分比浓度 OK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等于容值 的质量 除以这个容业的质量 OK 然后再乘 100% 对吧 这样子 OK 我补一个直线过来 OK 所以两个gram的浙糖 完全溶于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应该是容值是两个gram 这条 这边98的水 应该就是2加98了 2加98刚好是100了 所以它跟这个100月减的话呢 就会得到的 这个是2% OK so 东西很难吗 没有很难啊 只是说 它最后 你再补了一个答了 OK 答 这糖 溶液的质量 百分比浓度 是2% 完 OK 就是这样子啦 难啦 我个人是觉得不难 然后统测的话呢 中华的统测 都会用这样子 15分跟25分 15分的选择题 15题的选择题 还有25分 那25分是看它怎样 区分啊 不过通常会是5题的简答题 这些都是简答题罢了 你会看它2分 4分1分 这个是好像超出了 超了2分 不过它应该会拉上股下 这样子 好像这里就很少分啊 2分罢了 普通来讲 一题简答题 是大概5分 就看来 它在这边 在这个第二题这边 放了很多分 因为这里4加1是5 4加2是6 6加5是11分 所以第二题这边 是11分 其实电解来讲 是相当重要的 在这一张 在这个水的这一张解 是相当重要的 OK 我不知道你们的 你们的那个考卷会是怎样 因为变成了 你们会分成了 物理一分 生化一分 高校 可能会多一点 多一点东西要读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中华的2020年的这一份 我们就结束 OK 时间一个小时很好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再讨论 2019的 2019的题目 可以来看看 到谁了 谁的凝固点是零度 如果荣有食言的话 零固点会怎样 会降低到零度以下 还是零度以上 还是保持不变 还是变成100度 B啊 答案揭晓 答案是错了 答案应该是A OK 记得哈 怎样看 怎样看 这个是零度 这个是100度 这个是水 这是气体 这是固体冰 OK 那加盐的一个现象来讲 它会有怎样的影响 它会这个冰点会往下降 它的飞点会往上降 总之它这是水的这个温度来讲 它就会往外推 就是它以这个 盐放在里面的时候 它会 比较喜欢保持水的一个状态 甚至有一些呢 你会看到 它们用怎样的加盐 放在冰 冰 我在讲什么 冰加盐了之后 那个冰呢 就很快的融化 但是这个融化的温度来讲 是非常低的 大概是440下 甚至去 如果你盐分放的够多 它甚至是去到 负20度C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你再放这个什么奶油 什么 那个奶油就会结冰 变成冰淇淋 所以这个是有上网 你可以看到的 我好像有放 我看一下 我找到这样 忘记第几张了 你可以去看看 看一下第一张不是 有五分钟的冰淇淋 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一张的 去看看这个冰淇淋 它是怎样制作的 OK 我不在这里播了 OK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A 所以它的凝固点 会降低的 会变去零下 更低的一个地方 但是如果我问你 这个费点会怎样呢 你就要跟我讲 费点会增加 会升高 OK 所以这个图呢 大概你就会有一个 比较容易记 比较容易记 它的这个温度的变化 会是这样 OK 很好 anyway 虽然答错了 不过 OK 那滑冰 来看看第二题 极低的高山上的雪和冰呢 会怎样回去大气形成水蒸气 冰块要变水蒸气 B升华 OK 所以这个是刚出一的这个什么上册第八章吧 还是下册第八章 反正就是上过的啦 我们的固体变液体叫融化 液体变气体叫气化 然后气体变液体叫液化 液体变固体叫凝固 然后固体变气体叫升华 气体变固体叫凝滑 OK 所以这几个状态的变化呢 你必须要很熟悉 第三题 水可以造福人类 但水被污染的时候呢 却会带来很大的灾害 为了防止水的污染 下列措施可以采纳的是哪一个呢 不丢垃圾进水沟 不任意排放工业废水 减少使用农药和化肥 生活污水要经过净化后才再排放 持环权 此晚选 答案是 答案是2跟3 所以也就是2跟3 1跟4是错的啦 不丢垃圾进水沟对吗 就是说你要丢垃圾进水沟才对吗 还是 还有冬季第四的你讲说 生活污水要经过净化 处理才排放 意思这个是错的 应该不用净化就直接排放会比较好 这题其实是1234都对啦 这四个都是一个 可以采纳的方法 都是可以采纳 所以答案应该是冬季 OK第四题 第四题 这有几位没有来啊 Ezen跟沈威廷没有到 黄俊宇 黄俊宇 夏列是某同学对水的一个认识 其中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所有的物质都能够融在水里面 纯净的水是无色无气味 无味道的 然后自然界大部分的单细胞生物都是生活在水里面 然后水的飞点是100度C 然后水的飞点是100度C 所以哪一个是正确的 Boy Eat是错的 Eat错在哪里 所有的物质都能够融在水里面 你一讲油融不到水 我们常讲水靠油 水靠油 两个不碰拉 这个油呢 基本上油性的东西呢 就不能 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呢 就是有两类 两大类 一个是融在油的 一个融在水的 当然有一些是可以 又可以融水 又可以用融油 但是这两个的是 两个极端 一个是叫Polar Molecule 一个是Num Polar Molecule 所以水呢 是属于有极性的 就可以融在里面 OK 所以不是所有物质都能够水 融在水 这个是 所以Eat是错的 很好 OK 第五题 陈宇亨 陈宇亨 第五题 将一片铁片 轻轻放在水面上 刀片浮于水 然后它不会沉 这是什么缘故 这个只能一片 很薄很薄的铁片 很轻很轻的 不能太大片 太大片它就承受不住 这个是跟什么有关的 跟它的密度有关了 刀片的密度明显的就 肯定的是比这个水的密度来得大了 刀片是金属的 这个是而且要小心翼翼的 如果你有看我给你们的video 所以光散课不够的 你们我过后 我有post一些网上找到的一些video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针 针 它用的是针 就是一根很小的针 铁的啦 也是铁 但是它在下面放了一张纸 一张有点像 Tissue Paper这样 所以它就让它那个纸慢慢吸水了之后呢 它就会往下沉 往下沉 这个针呢 就是很慢很慢的往下降的时候呢 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水的表面呢 就会停在那边 这个是叫表面张力 它必须要很小心翼翼的进行 它才能够成功 你就不小心 一下推一下它 它就往下掉了 这个是水的表面张力造成的 一种沉托力来的 所以这个沉托力呢 是 一来那个水必须要很平静 很平静 不能很像波浪这样子的 再来的就是 你不能太大块了 太大片的铁片应该也是做不到的 OK OK 所以第六题 看看 到谁 到林俊蒙 林俊蒙 无水绿化菇 如果遇到水 会从什么颜色变什么颜色 无水流酸铜 遇到水 会从什么颜色变什么颜色 林俊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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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 A是错的 白变蓝是无水流酸铜 蓝变红 蓝变红是无水绿化菇 所以前面跟后面倒转鸟 答案是boy 果然没有用心看 果然在打鸡 第七题 你怎么可能做错 这么简单的东西 以你的智商 应该不会做错的 如果不是打鸡的话 即将法 我没有叫你打鸡啦 不过怎么可以做错呢 这题 第七题 第四题到许家阳 第七题 第七题 许家阳 电解水的时候呢 水发生了什么变化 然后生成了两种不同的物质 没有毛病 A A 化学变化了 我们有产生新物质 这个是化学变化来的 OK 很好 那第八题 第八题 到顺明峰 这个是计算题了 小明正在进行这个电路导线的安装工作 所以该导线是材质是这个铜 红结面积是4mm平方 质量是17.8kg 请问他这个导线呢 总共有多长 这个计算是有点复杂一点 我们来看看 这个如果是在做答题的话就麻烦了 因为你要写到很详细 但是他处在选择题 所以我们可以乱乱来算算就好了 OK 主要他的 其实也是麻烦 我们的方程式是Row等于M出于V 再来的就是我们要找V 我们的V呢又是横结面积乘长度 OK 所以换算了之后呢 这一边其实他要问你多长 所以他要找的是长度 我要找长度的话呢 长度乘上去 密度拉回下来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L是等于M出于RowA的 OK 然后呢 质量是多少 质量是17.8kg 当然如果你讲说 17.8也行 17.8 17.8过后我们的这个密度来讲 应该是8900了 诚实的三次方 我们放进去就是8900的 再来A是多少 A就麻烦了 因为A是44mm平方 我们的这个SI单位是Meter Meter平方 OK So So So要怎样 所以我们就要换去Meter平方了 对不对 OK 可以按一下 这个KG我就不写了 OK KG不写了 Meter换Meter跟MM来讲差三个0 So 因为它是面积 它就会有平方 所以三个0就会变六个0 那单位变 单位变大 数目要变小 所以这个六个0来讲 应该就是负六次方 OK 所以把这个4乘10的负六次方 放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 所以如果这里乘10的三次方 如果保留乘10的三分方 这个 这个一一位 这个一一位 然后你越减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刚这么巧 它会是2 2除以4的话 又刚这么巧 就会算到0.5 这个10的三次方 乘以这个10的负六次方 就会得到10的负三次方 拉上去 就会得到10的三次方 那你沉进去 你就会得到 什么答案呢 算得出来了 刚才叫谁了 孙明峰 来回答这一题 我已经把算式 已经写到七七八八了 顺明峰 我摆到这么明显 你不要跟我讲 你看不出来 顺明峰 我已经算到七七八八了 请问答案是什么 顺明峰 啊不答我换人 哎 五千 五千 我这里有五千吗 我这里有五千吗 没有五千 虽然10的三次方是 是三个零 但是因为它是零点的五 它不是五 所以它移三位的话呢 它会变五百八了 B 不是五千 五百吧 OK OK 所以这个计算是稍微的比较难啦 老实讲 所以 但是必须要掌握 不需要掌握 这个是在我们的课本题里面 有教大家这个计算的 所以这个难度在于 它的这个单位的换算啦 面积 mm要换成meter平方 再来的就是 用一个月减的功夫啦 OK 好吧 好 再来的就是 到 斯俊堂 第九题 水是一种资源 也是一种能源 所以古代 劳动人民 他巧妙的利用水来 开山采石 冬天的时候呢 在白天的时候呢 冬季的白天 他在石头那边打一个洞 然后注满水 然后封石 就封好他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 这个水就会裂开 水就会结冰 使到这个石头就会裂开 这个的说法正确是什么 它的理论是什么 石头裂开后 石头的密度会减少 石头裂开后 石头的密度会增加 这个方法呢 是水结冰后 密度会变大 质量会变大 体积会变大 石头就会裂开 还是水结冰的时候 质量会变大 质量会不变 体积会变大 哪一个是正确的一个写法 东击 很好 我们的质量是不会改变的 改变的是那个体积罢了 密度 还有密度 OK 所以这个是 当然跟石头没有关系 石头的这个密度 怎样增加都好 不管我们 我们用的是那个空隙里面的水分 结冰的时候呢 它的体积膨胀 就会把它撑开 所以石头就会裂开 alright 很好 那第十题 第十题 张用心 表意是部分的物质的密度 小刚提出了对密度的一些看法 以下的看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固体的物质的密度 一定比液体的密度 液体的物质的密度大 不管任何情况 同样的物质的密度一定相同 不管任何条件 体积相同的石心 铜块和铝块 铜块的质量会比较大 还有一个KG的酒精的密度 比800g的酒精的密度来得大 哪一个是正确的 哪一个是正确的 我该叫谁啊 我该叫谁啊 我该叫谁 我该叫谁 那张用心 这四个哪一个是正确的看法 张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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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比较难,我给你们一些时间来想一想 张用心来回答 我要睡着了,等很久了 张用心 张用心 想到了 张用心 想到了 哎,沒有人了,沒有回答了,有沒有在? 不在啊?跑掉了嗎?啊? 他不在啊,難怪一直叫來叫去叫不到 家綺,鄭家綺 鄭家綺 鄭家綺 換人,鄭家綺來回答這一題 超時了啦,我這樣子叫 到誰啊?再不來回答,我又再換人 鄭家綺,啊,有了,C C,只有3是正確的 十星的這個銅塊跟鋁塊 體積相等,因為他有提到體積相等的一個條件 所以在這個體積相等的時候呢,密度比較大的話呢 質量就會比較大,銅的密度是8.9 鋁的密度是2.7 所以這個是正確的 其餘的是錯誤的 哦,疫菌又答了,C,對對對 OK 所以固態,我們看一下124呢,錯在哪裡 固態的物質,密度一定是比液態來的大嗎? 我們簡單看這個水跟冰就好了嗎? 對不對 這個固態的是冰,密度反而比液態的來的小 這個可能就錯了 所以這個不一定的,有一些東西呢,是反常的 尤其是我們的水 不管在任何條件 啊,這個不管任何條件 我們只要找一些條件呢,是讓它不符合的就對了 同樣的物質的密度一定相同 我的狀態不同 一個水跟一個冰,雖然是一樣的物質啊 密度不同啊,或者是溫度不一樣的時候呢 通常它都會有什麼預熱膨脹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會看到這一邊呢,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標準的 我們講溫度,我們講用的是零度 還有的就是大氣壓強是在一個標準大氣壓強下 所以如果你的溫度不一樣 或者是你的氣壓不一樣 通常氣壓是影響那個氣態的啦 氣態會影響,液態跟這個固態呢 通常是不會影響啦 不過溫度呢,是普遍上的都會有影響 預熱會膨脹,就會造成它的密度不同 所以它不管任何條件 我只要講說溫度不一樣的話 密度其實是不一樣的 第四 1kg的酒精和800g的酒精 都是酒精啊 不管它任何的質量都好 它的密度是一樣的 OK,所以正確的答案應該是第三 這題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一個題目啦 你要必須要看清楚哪一個才是真正的 好,第十一題 既然你們有答,我就當作答了 再來是Rachel 第十一題,水在溫度 濕度C的時候呢,水的體積是怎樣 密度是怎樣 這個時候密度是一個gmq 現在的體積是最大還是最小? 密度是最大還是最小? Ra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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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會嗎?第十一題 是哈叫你啊? 你還是發夢了吧 講太慢了吧 今天速度太慢了 大家有點想要睡 第十一題回答Rachel A或者C 為什麼你會想到A或者是C呢? 總之一個大一個小 但是你只要去 我問一個他 設施度的時候 什麼是最大的? 密度是最大的 所以這個答案應該是A 密度是最大的,體積是最小的 OK 這樣子來看 第十二題呢,好像是出了好多年了 每一年都出了 OK OK,數字題我們來看看啊 掃誰來做 林以生跑掉了嗎? 欸,是不是好像 人 一個兩個跑掉去了 呃,李佳瑄吧 好像林以生跑掉了 看到林以生跑掉了 李佳瑄回答這題 第十二題 甲乙丙三個正方體 它的邊長是1Cm 2Cm跟3Cm 質量分別是2g 16g還有36g 它們是同樣材料的 但是有些是石星 有些是空星 所以石星的是哪一個? 應該是質量比較大的那個就會是石星 石星,所以是密度會大 所以在這一邊呢,我們必須要分別的去計算 三個的密度會是多少 密度大的那個 所以1Cm 編長1Cm的話呢 1Cm乘1Cm乘1Cm就是1Cm 3Cm 7Cm 1Cm 2Cm 6Cm 1Cm 2Cm 2Cm 1Cm 2Cm 2Cm 所以我计算买给你了 只是给你最后的一个判断 OK,所以答案是A,很好 这题 我们还有三题 所以一样的也是15题 所以今年会是怎样我不知道 因为他们分成了生化跟物理 所以相信也会是同样的format 但是就会问到很细 因为物理的只有一张 他又要出15题选择题 生化就有两张 还是好像比较多张 也是要出15题 所以物理那里会问到很细 船 我要先选人 花恩 然后寄花恩 船从河口开到海上的时候 这个要稍微的去 其实要给一下 就是河口那一边 它的水是含烟量比较低的 到海的话含烟量就会增加 所以密度来讲 海水的密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液体 这个液体的密度比较小的地方 去到液体的密度比较大的地方 我的船身应该会怎样呢 会往上浮 还是往下掉 往下沉一点 还是保持一样 就好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实验 就是讲你的鸡蛋嘛 放盐水会怎样 B 因为你放盐水 那个鸡蛋就会往上飘 对不对 因为你的液体的密度增加了 所以同理 你从这个河水 去到海水的话 那个海水的密度是比较大的 它就会沉托力就会大一点 所以它会往上 稍微的往上浮一点 这个常常问的啦 这个好像出了好多次的 抄来抄去的那个题目 OK 所以答案是Boy 很好 然后第14题 14题 卢一文 卢一文 来回答第14题 三个规格相同的试管呢 数值 放置 其内分别装有水 酒精和植物油 那 密度来讲呢 水的密度是1 酒精的密度是0.8 植物油的密度是0.9 页面最低的意思呢 是什么 如果我的试管规格相同的话呢 页面最低就代表它的体积最小 因为它这边有讲到它的质量是相等的 好 体积要最小的话呢 就代表它密度就要最大 所以答案应该是A很好 OK 回答对了 这个也是一个很典型的题目啦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判断 第15题 以下有关液体内部压强的说法 错误的是什么 哪一个 液体内部压强 液体内部都有压强 液体的压强随着深度增加而增加 同一个深度 它向各个方向的压强不一样 然后液体的密度越大压强越大 所以这个哪一个是错误的呢 液体内部都会有压强 这个应该对啊 虽然它这里这句话好像很很很很轻描淡写这样子带过这个是有了我们液体我们只要存在液体里面这个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液体压强了 所以液体内部是有压强的再拆拆过再拆过哪一个是错的 C C错到哪里 错在这里 我们在同一个深度的话呢 它向各个方向的压强都会相同 所以这边写不同就错了 所以答案是C 所以液体的压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我有教那个formula的rp是等于rhogh rhogh 也就是说呢它跟液体的密度有关 密度越大压强越大这个是对的 还有的就是它跟深度有关 深度越增加呢它的这个压强也会增加 所以这个方程式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b跟donkey的这两个其实是对的 至于什么各个方向呢这个其实是叫pascar定律 它是像四面八方的压强都会一样 好那结束了这个 这个这个选择题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做答题的部分稍微的这样子烧锅 你可以看得出来有六题 然后也是有这个电解的 所以电解这个我个人是觉得很容易啦 所以一定要背首它 一定要背首它 这个其实是有点废的啦 这个题目 不过什么流什么净流啊 什么这个是计算的啊 计算一定会出现 然后浮沉一定会有 OK 好我们看下这个直接看下答案吧 哦这个是字体比较美丽的 不是我做的 这个是应该是出题老师给的答案来的 OK我们直接看一下 这个解答题的部分 水是重要的资源 水资源不足的话呢 就会严重的影响人类的生存 所以根据表2回答问题 这个其实很简单 就是看表来回答问题 所以中国北方人均用水量 约为720m3 我们看一下720好像是在这个位置吧 500到1000之间 所以他们是属于重度缺水的一个情况啦 OK 所以他的这个什么水资源的这个 这个 紧缺程度呢 是叫做重度缺水 那研究表明了一个寒 一个寒、鞏、隔、铅等重金属的干电池 它所造成的污染呢 可以使60吨的水无法使用 饮用 如果一个成年人 他一天是喝2000克的话 60吨水可以提供他多少天啊 可以让这个人喝多少天 所以2000克就是2kg啦 60吨就是60乘1000kg 所以就是6万kg 所以这个 这个是单位换算而已 把它变成6万kg就给了一分 然后6万kg除以2呢 就得到3万天 所以最后答案就是3万天 这个 这个算什么计算 超简单的 OK 所以最终呢 你要算到3万天呢 大概就可以了 再来第二小题呢 他就讲说 哦 这个结果呢 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 一分 所以你看他的提问 他的答案其实也是很可爱的啦 就是讲说水质源很宝贵 所以水源受到污染的 越严重了 就会造成很多人缺水 所以这个是所有的可以接受的很多 其他接受的答案 所以是很open的题目 所以为什么你讲我讲这题是很废的 因为很简单 太简单了 是送分题来的啦 OK 所以如果你不能掌握 这种题目我也不能 不懂要教什么 反正就是我们自己看过 你如果可以理解 可以自己可以掌握的话呢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好 再看一下第二题 这个电解水的部分 负氢负氢 而且H2O H2O H一定要两个 所以X的这个应该是氢啊 Y的这个就会是氧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 每个水分子里面是有一两个氢原子 和一个氧原子构成H2O OK 所以氢是H 所以是两个 OK 这个应该要懂 然后 电解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 X 收到的应该是氢气 气体X跟气体Y的比例呢 我们必须要根据它的顺序 前面是2 后面是1 所以是2比1 你不要随便写啊 不管升级21都写一点1比2 很多学生 就是1比2还是2比1啊 就是乱乱来的 这个其实是要要求跟它的顺序有关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换一换题目讲 气体Y比和气体X的体积比 你就要给我1比2了 OK 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学生会乱乱掉转的这个错误的地方 好 所以如果这个Y是10 CMQ的话 这样X的这个就会是两倍咯 你自己乘2了 就会得到2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学生就会除以2 然后就得到5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一边讲到明是Y是10 这个X一定会是它的两倍 不是除以2是乘2 OK 也是送分的 再来的就是X氢气啊 氢气的检验的方法就是将点燃的木枝靠近管口 会有报名声 或者在空气中燃烧会有淡蓝色的火焰 这个两个这样子mix是不是很对的 所以要区分开了 所以也是提供的答案有时候会很好笑 OK 真正它要求应该是点燃的木枝靠近这个管口 会有报名声 这个是一种检验方式 另外一个是可以在空气中安静的燃烧 产生淡蓝色的火焰 OK 就这两个 再来第三题 是解答图2的水循环 代表的环节 B 是海水 直接往上 这个应该就是用蒸发 回到这个大气的 植物吸收水分通过叶子 感觉上跟蒸发很像的 蒸发在植物那边发生的我们叫做蒸腾作用 所以要把这个名词给 它就是考你懂不懂这个名词而已 OK 所以这个叫蒸腾 水直接蒸发 但是在通过植物的就叫蒸腾 空气中的水气呢 在一定的条件下呢 会凝结形成液态的水 或者 变成固态的水 这个就是凝滑 就会形成这个云朵啦 OK 就这个是在植物这边发生的 再来降落到地面上的水 会渗进去地下 就会形成什么类 地下水可以接受 他其实要的是地下水 但是他又觉得说 如果一些地下浸流 也可以接受了 一些土壤水 他也是可以接受了 因为地下水的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要去到最底层的 才叫地下水 而你可能去到一半的 就停留了 这个叫土壤水 所以变成了 他其实也是蛮 课本给的是地下水啦 而且地下水 如果你流到海洋的话呢 就叫地下浸流 所以这两个呢 就是不同的一个顺序 应该是先形成地下水 再来的就是变成地下浸流 所以这两个他都接受 这个卡在一半的他也接受 所以很松的一个老师 所以全部的答案 这样子 也是没有说太难 对吗 这个也是没有说太难 像是填充题 这样子吧 然后再看一下第四题 这个是计算的啦 这是我们物理的章节的 一个空瓶的质量是50g 装满水的话呢 质量是550g 所以你稍微的减一下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哦 这个水其实是500g 这水是500g 水的密度是1g per cmq 所以在这边我们其实可以算出来 这个体积其实是多少 当然我们如果是选择题 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你 是50 500 cmq 所以在考试 这种考试的话呢 2分你就必须要解释清楚啦 所以第一步你就要讲说 哦 我要找的是体积 所以体积是等于质量处于密度 我们原本的方程是 密度是等于质量处于体积 体积跟密度换位 所以这个密度就会 体积就会等于质量处于密度 质量是500g 当然在这边 如果你写550-50更好 对不对 550-50 然后下面是用1 所以算出来就会是500cmq OK 500cmq 你这边如果你写500ml 应该也是可以接受啦 我们普遍上我们的液体 通常会用ml 固体用cmq 所以如果你用cmq 我觉得也OK ml其实也还可以 好 用这个瓶子如果装盐水的话呢 最多能够装多少克的盐水 这个就要赚质量了 质量就会等于密度成体积 V Role V Role V 或者VRole 应该顺序不是很重要 500cmq 放过来 乘1.3 乘出来就会是等于650 好 所以这一个 其实很多学生会缺分的地方 就是 很多人不喜欢写这个方程式 虽然你们觉得很费 但是我们会有放个0.5分在这边 当然我有遇过学生是怎样 很舍的 就是 不管3721 写Role等于M2V Role等于M2V 不会算 然后就往下跳 有时候老师会给0.5分 0.5分的 是 因为 因为 如果你想 Role等于M2V 看 看有些老师觉得说 你就乱丢而已 我这边要V等于M3Role 所以如果你没有掉位 他也不给分 也对 就看情况 所以这个 怎样讲 这个公式很重要 一定要写 如果要拿满分的 不要那种蛇的那种 拿满分的 记得要写好它 好 第5题 图3 是潜水艇的模型 然后请你解释它的下沉跟上浮的原理 提示不可以添加其他的器材 所以在这边基本上就是吸水跟 它要你解释 它是怎样来下沉的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讲到 吸气的时候它就会沉 但是你就要解释整个的运作 如果你要下沉的话 你就要吸气 吸气的时候 气体离开 水就会进来 水就充满水了 充满水的意思 充满水的时候 那质量变大 整体的密度就会大于水 它就会下沉 所以这边4分 它这边2分 下沉2分 上浮也是2层 这边吸气 这边就 吹气吧 这个应该是写错了 这边应该是吹气 这个是写错了 吹气 然后这个吹气的话呢 那空气就会进来 水就会被排掉 质量就会变少 密度小于水 密度小于水的密度就会上浮 所以你会看到它 它打分打得很松 它只要你讲到这个是吸气 密度 你要解释到那个密度的比较 然后就会下沉 这个是吹气 你又讲到密度 虽然提供有提供到这个空气进入水被排开 质量变小 但是它并没有把那个分数放在这一点 当然我觉得说学生如果有能力的话 最好全部写清楚来 因为你不知道它要要求的分数在哪里 最好是写完整 这个其实是很完整的 这个解释其实是相当完整的 OK 好吧 so 有一些情况呢 就是有这样子 必须要你文字的叙述 解释它的原理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很难 基本上你就是吸气吹气 水会怎样 离开还是进来 然后质量会怎样密度 整体密度 最好用回整体平均密度 因为我们要求的是整体平均密度 会怎样 大于水 还是小于水的密度 然后就会沉 还是会浮 OK 没有问题 so我们再看一下第六题 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题 啦 像我们讲完的就结束掉这一章 也结束到今天啦 应该还有十分钟 讲到有点太快了 啊 啊 再听啦 讲完我们就提早结束啦 OK so下个礼拜 我们会讲解寻人的两题 两年的考题啦 so实体课我应该也是会 我就会印给你们 OK 应该就是讲两章啦 为什么我会讲这样慢的主要是因为 实体课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速度 所以我也要practice一下啦 实体课跟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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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课啊 我要配那个速度 好 第六题我们看一看 放在 放在雪櫃内的水 结冰的时候 会 为什么先由水面开始结冰 而不是用底部开始结冰 哈 这个很复杂哈 我真正来讲 其实是应该要讲到水的密度 那那个反常膨胀 所以水的密度是在摄氏 适度降到零度的时候呢 密度会逐渐的减小 所以变成了靠近 啊 表层呢 是 会接近零度 啊 零度或者是接近零度的 就会在顶层 所以顶层呢 就会开始先结冰 然后再往下 嗯 ok 所以这里有两分 所以他只是要求 你要解释到 呃 水是有这个所谓的反常膨胀的一个 在144度到零度的时候 会有一个反常膨胀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 零度啊 会在最顶层 最零呃 最顶层呢 会先结冰 ok 就这么简单 还有什么呃 题目要问的吗 呃 ok so你们的中华的大概是这样子 呃 寻人的话呢 我会照样讨论啦 不过寻人 他们的呃 呃 考的章节可能不一样一点 我们稍微再看一下 我们的中华呢 是考一二三章 寻人的话我们看一下啊 第一 我稍微看看下 第一第二第三章 然后考到第四 你看这个大气压墙了 对吧 大气压墙是第四章了 虽然我们有我们是有上过啦 哦 第四章 所以他们是考到第四章了 但是你要看他们考的题目 第五章有哦 第五章也有 所以他们是考一二三四五哦 一二三四五 老实讲难度 难度 因为他们三十题选择题 做答题五十五分 时间上来讲 我是不知道他们考多久了 啊 不过他们是考五章 然后题目也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 就讨论这个寻人的题目 可能要讨论快一点 哦 他们一二三四五啊 五章 三十题选择题 呃 做答题五十 虽然讲是五十五分 但是感觉上也是没有很多题吧 也是五大题 但是你会看到他分小几分的比较多 OK 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就讨论 询人的2019跟2020年 呃 第四第五章 我们还是照样的讨论啦 照样的讨论啦 照样的讨论啦 第一二三十五 所以第四第五章 虽然中华没有考 但是我照样讨论 所以应该我们是上了的 OK 有没有问题 就祝你们 祝你们假期 应该是开课 应该是开课了 就开课快乐 好吧就这样啦 谢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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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culation 着到誦 까 谢谢 辛苦啊